几多罪念流落世界最沉 何止在消耗人生 哈喽各位,我是卡罗斯 一般来说,在我的平台 我应该是预告了我要改变什么歌 然后跟大家分析我的词是怎么填的 最后在星期六才发布 上星期不一样 我一直没有预告 我要把这个把根留住 歌来改变 可是到了星期六我发布了 不小人都很喜欢的 为什么这样呢 今天我跟你说说 只是上星期我准备改变刚才那个旋律的 像音帮我选的原演目歌 可是当我改变完成了 他有点事儿没时间去录出来 那当天已经是星期四了 而我又不想在星期六没有歌发布 于是我想起聊天长辩 曾经建议我填一首《把根留住》 我突然在想 这首歌我认识 好像是1993年 这首《同安歌》 很柔名的歌 因为这首歌《七人聊》当年两岸四地 就是内地台湾省香港阿门 是个地方同胞的喜爱 更让同安歌在当年取的这个中国十大最首宽赢的歌手奖 那这首歌捧什么 怎么都很喜爱了 我们一起来看看网友的留言吧 原词水准那就不错了 真的不错好听 粤语唱出来感觉不一样 听点老歌 人问我这个视频的地方是哪里 我学前半词 学前半词是幼儿园吧 是叫的第一首流行歌 就是《把根留住》 就连内地的幼儿老师都叫这歌 我想它是多么的流行 当然这首歌《天才面》是特别喜爱了 一句一句 瞬间互动心灵 为什么这歌有这么大的能耐 我们一起来看看歌词吧 就在九零年代两岸还没有散通之前 这个歌的内容实在很灵人鼓舞 从二个字集也是一个创作歌手 还有王信源的词 你知道吗 王信源也是这个今天的着曲 这个很特别 因为它是三派子 很小流行句是三派子 只有这个我记起来 就假如爱是天意是三派子 三派折节奏是这样的 好像一个圆圈 在音乐上有感觉是生生不息的感觉 第一段歌词有一点控诉 这么多的脸口 那就是在这个年代 有些人他们忙忙也不知道自己为了什么而生活 为了生活 人们戏曲奔波 却在命运中交错 在命运中交错 可能见面 可能见不到面 那当时所说的这是两岸的老百姓 他们是同气联制的 但是互相见不到面 我自己有很多在台湾上生活的朋友 以为的都跟我说 他们很希望同意 两岸三通之后 他们经常都回内地 看看乘友等等 好吧 再看下去 一年过了一年 医生只为这一天 又一年 他们还等不到 这个见面的机会 他刚心中的血 泪痕 留住我们的根 我觉得这方面意义特别的大 所以我把这个歌 填成这个粤语了 可是时间已经过了三十年 情况还是不是一样呢 我跟大家谈一谈 在我们香港情况 第一段 这内容还是成立的 念口 随波注流 这些什么 你们都知道 我们现在很多人 觉得生活都不好 跑去移民 差不多两年三年 我身旁有很多朋友 都离开香港 需要别的国家 老实说 我也不知道 他们在追寻什么 但是人各有志 他们走的时候 我们都去践行 到了外国 他们生活的好不好 我也不知道 但现在我填上 我的广东歌词 你可以看看 多少粤口 我填成了 给到嘴里 黄言水波注流 我填成 老落塞开 这一场 那就是回应 刚才我说 他们去其他地方 去追寻什么 他们在追寻什么 就变成了 我自己在修后人生 这是我自己的意见 我个人是特别 不喜欢移民的 虽然我学习 个人这样做 但是我从来没有讲过 然后第二段是 未来生活 我填成了 奔波生活 一样的意思了 人们西区奔波 我这里特别填成 有梦云甲海岸 那这个是特别 我现在的心情 因为 虽然现在已经散通了 现在的情况是 因为疫情的问题 我过不了内地 因为我要过内地 我要在酒店隔离 二十一天 所以要往这个 远戈这个海岸 然后回不来 实在无奈 在命运中搞错 我填成了 江生明高错 现在我把这一段 参与你们听 没有听过我发布的 可以比较下 我的粤语版本 跟原来的意思 有没有分别 有没有不同 有没有顺法 这个呼歌的感情 更盛 过两天 我们再说一说 这个呼歌的歌词 是怎么样去改变的 好吗 好了 今天的分享 先到这里了 我是卡罗斯 喜欢我的视频的 请您关注 点赞 直转发 再见 拜拜